在香蜜沉浸如霜中,杨子就有一段荡鞦韆的镜头,看着镜头,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美丽,但是拍出来的却只是上半身,说白了,这种古装剧这样的裙装这么飘逸,拍全身会比较漂亮呀,那么,何不拍下身呢? 结果发现,当我们看到下半身时,画风突然变了,网友笑喷,为让镜头更具美感,工作人员将镜头机械固定在杨子的脚上,杨子还穿了一双拖鞋,真的是革屏感到尴尬呀,果然拍电影,在过去的几年里,杨子对自己的颜值看得很重 在前几年,他看到有人质疑他整容的事,就立刻回对 时至今日,质疑的声音不仅没有停止,而且越来越多,他再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,即使被问到及时回答也是模糊不清 但杨子的粉丝们一直在为偶像与礼剧争辩,说杨子的脸从小就是以多方面来看的,只是有些心怀鬼胎的人用严厉的眼光来看而已 事实上,对于一个演员来说,颜值真的不重要,演技才是吸引人的地方,但演员们的反应能力仍然至关重要 亲爱的,热爱艺术出版不久,就有不少人用硅胶来形容杨子的脸型 通过社交平台,人们对硅胶子这一主题的阅读人数已经达到82万8千人 好的,我们下期再见